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 我是Debbie 坐在身边今天有渣戴Daniel Hello Daniel 你好 你好Debbie 因祸得福全球疫情肆虐下 其实有一些行业的业绩 竟然因祸得福有一个爆炸性增长 今天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找你出来就聊聊天 好吗 我们今天讲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主题 就是Digital Gaming 就是一些数码游戏 不过如果我们讲到数码游戏这个领域 很多时候投资者的脑子 立即就可能想起一些大名 一些公司 但其实大家未必是很细致的 知道怎样分 我们投资Digital Gaming 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涉及有几大的范畴 Daniel可否简单说一说 其实那个生态圈是怎样 我们在投资什么方面的东西 其实最主要 这个数码游戏 它是分为玩家 亦都是分为发行商 中间亦都有批发商 所谓的distributor OK 其实批发方面有几个渠道 玩家是用什么方法去接触这些游戏呢 他们可以上网去买 亦都可以真的去一个商店去买 上网去买是最主要的 即是数码分销 数码分销 接着呢 在主机方面 就是去这个 譬如说 新历的playstation 那类 亦都可以由个人电脑那里 去买这些游戏 当中呢 它在赚多少呢 其实很少人是真的会去细字 拆出来看 但是 譬如画面上 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例如我们说 在数码分销那里 Daniel提到市场份价是有八成三 原来呢 他们整体的gross margin 最高可以到八十几个% 没错 即是我们的scanner 我们在scanner 这些什么类型的投资渠道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买一些公司 究竟是哪些有增长潜力 可以这样去分析 没错 通常就是因为数码分销 他们做出来的成本 是相对少 所以他们赚的利润也是比较多